字幕君 李宗盛 這些爛屋和爛樓上 是不是很有破舊味呢 其實近年全球都興起了一股廢墟攝影的熱潮 連香港都不例外 有幫80後還在FB搞了群組 有成萬多人Like 就聽下其中兩位創辦人說下廢墟攝影背後的理念 我想為何會拍廢墟 因為我們圍內的朋友都是拍到飛林的 其實香港沒有拍攝影機 在街上拍到沒有拍攝 所以找一些特別的拍攝 找到廢墟去拍攝 但廢墟為何吸引你呢? 可能是怎樣 大家一定會這樣 但當你成功進去的時候 起腳架 入飛林 這麼晚發言者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過程 我很辛苦才回答你 起碼你的開業 原來廢墟是這麼漂亮 但漂亮的時候 你會反思 為何這個廢墟會出現呢? 其實一個廢墟有機會可以做完 但視乎你政府做甚麼 視乎你當地的村民 或者你那個負責員 你有沒有去做一些事去鼓勵他 不要理會他 真正的廢墟 其實整條廢墟的事情 不是上天 我們不想見到這麼多廢墟 我們想見到廢墟 可能你會去打你 或者去撥發他